再来这起车祸事故事发生在今天清晨的新北五谷地区 这一辆黑色轿车因为不明原因突然失控撞上了社区大楼的人行道 导致电线杆当场被拦腰断裂 附近的民众听到这样的巨响当然是吓得赶紧报警 虽然这位肇事的驾驶说他是来找朋友的 但警方追查之后才发现他意思根本就是来讨债的 是在追逐的过程当中不慎自撞 事后他发现认错人了 被警方带回警局 一发现目标黑色轿车驾驶猛踩油门在马路上狂飙 没想到下一秒 碰的一声巨响吓得住户赶紧探头查看 直接黑色轿车冲到人行道上 不只一头撞进花圃甚至还把路灯给撞坏 而另一边白色轿车则停在马路中央 也让民众误以为是有人要来寻仇 事发就在15号凌晨12点多 新北市五谷重划区 当时开车的无心驾驶载着有人到附近疑似要讨债 一看见被害人立刻追了上去 结果追逐过程中不慎失控自撞 还造成电线杆毁损 后来才发现自己认错人了 警方随即将双方待反手说明 避免现场法案民众安理 为双方未有财损及伤害 互不停告诉 嫌犯陆往后声称 一时恍神才会不小心自撞 至于讨债对象以及对方欠债金额 却始终交代不清 警方后续也将持续追查 避免再生事端 记得耐心卢博冲 新北市采访报导